这是秦二世胡汉一生中最窝囊的时刻 张寒战败的消息传到咸阳 连一向窝囊的秦二世胡汉都震惊不已 他在朝堂上指着赵高的鼻子开骂 你不是说就几个盗匪吗 你不是说张寒王黎不会输吗 不仅前线输了 怎么还有敌军都打到寒谷关了 胡汉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心情 嚷嚷着自己要 这正是个机会 你们明白吗 朕从今天起要发奋图奖 亲自看各方的战报 朕人皇二世 一世统一天下 二世治国安邦 赵高就在底下跪着 皱着眉头 心说 这小子脑子烧坏了 胡汉说完一长串 如释重负的 缓缓吐出了一句话 看来 这大秦的众人啊 就老脑 真的谁上了 说完就丢了 留下了一脸那儿的赵高 赵高返回城乡府 跟着自欺女婿商量 你说这胡汉咋回事 脑子秀都还不听话了 女婿也很懂啊 要不岳父 咱们二一天做午 直接把胡汉乃一层 甚好甚好 你的妻妾家小 我帮你好生照顾 好女婿 乃一层的事 就交给你了 好女婿言乐一听 知道自己不去也得去 于是领着人 就来闯望一宫了 宫内侍卫一看 拦都拦不住了 气势汹汹的 冲进去一看 好家伙 咱胡汉哥这儿 假努力呢 说着要重新振作 御驾亲征 那不还是宰歌宰舞 插花弄玉 严勒冲进去 对胡汉没有一点尊重 族下 娇奢隐异 滥杀无辜 如今天下人都反对你 这意思 就是让胡汉 自己把自己嗝了 胡汉怂啊 此刻的胡汉 后悔啊 哪怕蒙田将军还在 哪怕李斯丞相还在 打起何至于此 这皇帝我可以不当 能封一郡为王吗 不行 保护好 不行 那能不能放我一条性命 不行就是不行 炒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他把剑横在自己的脖颈上 却始终下不去手 最后哭喊着 神他能帮帮朕吗 臣为陛下送行 自此 杭征暴廉 荒虐无道 在咸阳宫里开动物园的 六国卷土重来的缔造者 楚汉相争的导火线 胡汉 彻底走下了历史舞台 而赵高这个罪魁 又走上了朝堂 这是弄拳一事的赵高 最后的挣扎 他刚伙同好女婿 把胡汉宰了 现在就商议着另立新决 言语之中 使大秦皇帝如玩物 谁敢与我争锋啊 我想让谁当皇帝 他才能当皇帝 朝堂上 百官拜丞相赵高 如拜皇帝 赵高缓缓坐下 弄拳一事的他 压根就没想 挽救即将倾富的大秦帝国 赵高的出身低微 母亲低微卑贱 他再怎么努力好学 也没有任何升迁的机会 索性 他静身入宫后 巧言令色 又写的一首好字 讨得史皇喜欢 留着给自己写东西 做了中书令 可以说是一步一步 做到了最高 从卑贱的剑奴之子 到左右天下的丞相 赵高却没有一点大局智慧 坐着只要讨好关东六国 把秦国降格 一切就春秋战国如故的梦 本相宣布秦为王国 而立公子殷为秦王 而他对于前线仲仲撑不住了 你快回来吧 而在咸阳城 司马兴得知了胡亥已死的消息 整个人瘫在地上 在好友书孙通的告密下 司马兴才知道原来赵高要杀自己 赶忙带着秦魏冲破关爱 直奔张寒大营而去 赵高的心思很简单 把张寒引赖了 把大秦引赖了 他虽然治理政务 整肃国家不行 可他赵高一步步走到最高 靠的是脑子 留条后路 竟想荣华 才是他要做的 可张寒可就惨了 司马兴这一波消息 直接把张寒带到崩溃了 陈等还要死战陛下 胡亥的死亡是个信号 赵高随时可以借由军士 让张寒死 前面有楚国联军重逢 后面还有赵高被刺 粮草越打越少 他的心态终于崩溃了 他感觉自己眼前是一片绝路 胡亥死后 大秦最后的大将张寒 心态也绷不住 眼下就派出了使者 跟项羽求和 结果项羽犯起小性子 非要跟张寒 在战场上比较一下 范增这个怪老头也知道 项羽老毛病又犯了 属于是肚气眼里放屁 不知道怎么想的 但毕竟是人家亚父 也得好言相劝 人家投降你不接受 非得跟人打一下嘛 张寒所不战斗力 硬啃下来 咱们还得搭上老本 饭不着 项羽闻言 喘了两口粗气 亚父说的对 山月之间 项羽和张寒两个当世名将 终于得见 可今时不同往日 曾经妄图再造大秦的 金世名将 现在是卑躬屈膝的 降将 曾经纹固不可一世的 阳光大男孩 现在已经成了 天下诸侯 莫敢仰视的上将军 宣机 这两个本来敌对的将领 坐下来聊了几句 出乎意料的 面对曾经的仇人 项羽表现得很客气 甚至跟亚父范增 商量给张寒封了勇往 闻听此言 张寒一时错愕 封王 大秦都要不在了 封王还有什么意义吗 此刻的张寒 犹如灵魂被抽走了一般 早已没了一丝一毫的心气 总懒张寒 从咸阳拢兵 到兵败投降 不禁唏嘘不已 回首望 尚为咸阳人 初为少府 德梁基从军 一展报复 望再造大秦山河 破张筹 败魏 破寒 沙向梁 兵为巨鹿 边巨王 以待天下诸侯 这一切恍惚如梦 那大秦的明月 还会朗朗照之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